各位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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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I'm Danny I'm Chef Coordinator of Hikon Community 2023 And if you need real-time translation,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OK,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if you need real-time translation OK 好,接着我的就可以用中文讲了 各位也是一样 如果你需要同步口译的话 也是一样 少 QR code 这是R0的 那实际各位 就是每一间会议厅的QR code都不一样 那它在你的行程系里面有 在会议厅的门上也有 那两天的译程的连结 口译的连结是不一样 Two days translation are different OK,两天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听口译的话 请记得去扫这个连结 好,那 在今天是Hikon Community 2023 那我还是认真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 Danny 是今年的总招 然后同时也是在台湾参与蛮多年开放原始码社群的一位资深参与者 对,今年是我第13年参与Hikon 也是第12年参与Hikon的筹备 所以是蛮长一段时间 那今天这场社群场呢,我们回归初心 在前两年我们把社群场企业场等等的活动合并举办 那听到蛮多人说,我想要更纯粹的技术交流 我没有很想要听panel这些东西,我们听到了 对,所以今年就带给大家更纯粹的技术社群 然后更纯粹的技术交流的议程 对,在我们这四轨的议程当中 有非常多精彩的交流跟活动 那在Hikon Community 2023能够举办出来 我们需要非常感谢有台湾鸭客协会的存在 那我们接着就邀请台湾鸭客协会的理事长 Alan Ong帮我们简单说几句话 各位好,我是Alan 那今年是我第19年参加Hikon 那很高兴看到大家 那我相信今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年 因为呢,我们度过了COVID-19 所以这个是值得欢呼一下 我们度过了COVID-19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今年有非常非常多来自各国的好朋友们 包含说我们有来自日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 等等国家的好朋友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our overseas friends coming for Hikon Thank you very much 过往Hikon的定位呢 一直是技术、社群的一个研讨会 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能够跟世界各地的资源专家交流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Hikon一个 最原汁原味的一个特色 那也因为这样呢 刚刚Danny有说到说 我们今年是能够回归社群 有更多更多社群的元素 包含说活动 包含说village 包含说可以有更多的技术的交流 那甚至我们也多了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小的活动 那希望各位可以在Hikon community 更享受这种社群的感觉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安排了更多精彩的议程 那希望各位可以享受一下 那今年度8月份的社群场呢 是针对更有社群的感觉 所以我其实要特别谢谢我们今年度的新的团队 新的总招Danny还有副总招M 那他们都有很多很长年社群的经验 那才可以带给各位更多社群的感觉 所以也请各位给一个很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新任总招 那其实除了8月份的社群之外 或许各位会好奇说 那我们过往 我们更多像企业的成分 或者说更多竞赛的成分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在今年度的11月 我们还有更多一系列的活动 那11月份的话 其实因为我是代表台湾海客协会 那其实协会的任务在于 我们能够做出更多更多不一样的活动 包含研讨会 竞赛 教育训练 平台等等 所以说我们在今年度的规划 我们其实8月份 我们举办了Hikon community 11月份我们有四个新的活动 分别是资安长的CISO Summit 以及呢Hikon Enterprise企业的研讨会 Hikon的Cyber Range企业的防御竞赛 以及Hikon的CTF决赛 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我们community结束之后 再密切关注我们的Hikon的粉丝专业 我们会有更多一系列的活动 那希望各位可以来多多的捧场 多多的参加 那当然最后的最后 那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啦 我们在过去可能 各位有很多老朋友看到我 可能担任这个筹备团队 当然总到很多年了 那我们在前几年就开始包含说 交给Shan 交给Mars 现在交给Danny 所以我们很希望 他们可以带给我们Hikon 更多新的气氛 新的一些火花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Enjoy Hikon 谢谢各位 好 谢谢Alan 好 那刚刚我被fork了 对 那如同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今年其实就是回归社群 所以更多详细的 更多不同面向的活动 其实参与社群这么多年 从本来我是专研技术的人 到现在我是公司的管理职 然后开始面临到更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其实相信各位或许未来有一天 但可能你不想 但或许你有机会走到管理职这条路 然后你可能会需要更去了解 其他在产业界的事情 跟更多决策的事情 那可以再多去参加我们Hikon的其他活动 那同样的今天早上没有安检 所以就是应该就知道 就是今天没有总统来 所以故事比较单纯 但刚刚被破梗了 对 我们接着有唐凤 会帮我们说明一下 去年的Hikon应该说数位部的成立 是发生在Hikon之后 但虽然我们今年没有请总统来 为我们发表致辞 但我们还是有邀请数位部部长唐凤 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数位部到底在资安这个圈子做什么事情 最近应该看到很多资安相关的新闻 都跟唐凤有关 那到底数位部在做些什么 数位部可以跟企业们跟骇客们 有什么合作的角色跟立场 我们可以请唐凤帮我们介绍一下 Hikon CMT筹办跟参加的各位社群朋友 大家好 我是唐凤 作为数位部长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 这次Hikon社群在活动当中 付出的辛勤努力跟热情的投入 我国因为地缘跟政治因素 资安议题对于国家安全至为重要 蔡总统从上任之初就提出 资安及国安这个重要的概念 致力于提升对关键基础设施 还有核心资料的防护韧性 我们数位部去年8月成立之后 就推动公务机关全面导入 跨机关资料传输的专属通道T-ROT 搭配零信任的验证机制 还有按照自动安全管理法 积极辅导关键基础设施 来强化资安防护韧性 还有应变能力 同时今年我们的国家级资安的行政法人 资安院也成立了 加速培育资安研发人才 建立台湾的资安国家队 很感谢有HitCon CMT这样的平台 一起为资安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跟创新 也期待这次HitCon CMT的精彩互动 谢谢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好 谢谢唐凤部长 我们说明 数位部到底在做些什么 以及可以怎么样帮助大家 回过台就是我们今年的活动 我们今年的年会主题是 Adversary and Harmony The Evolution of AI Security Insecurity 那刚刚有看到开幕的那个动画 开幕的那个影片 应该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后面那个影片是涌唱出来的 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AI 现在已经进入到非常多的产业 许多的产业已经开始在使用AI 来帮助他们增进工作效率 以及各种的实际运用 到场景上然后到市场上 那今年我们的定这个主题 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就跟着潮流 没错 AI在这个领域 我们其实也跟资安领域在呼应了 已经有许多的企业 已经开始运用AI 去协助他们的客户 去解决问题 或是做各种研究分析 或各种可能性 对所以AI在这个产业 对资安产业的影响 也是无比巨大的 那在今年的年会当中 有许多议程都会提到 AI相关的运用跟使用案例 大家都可以去多听听 多参与 那今年回归社群厂 到底在议程上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社群厂到底跟其他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今年在活动筹备的非常初期 我们的review board leader 宽宽就跟我说 所以你对社群厂有什么样的期待 到底想做些什么事情 那因为我自己是参与CostCop的 看运人年会 以及发起Sikon 学生专业年会到现在 那我蛮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这些知识 是能够被传承的 所以今年我就有请宽宽 我们是不是能够安排一件事情 把一个议程变成一个正规化的议程 把他的教学内容能够录影存档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资安这样的相关基础知识 那hacking 1.1其实不是我们第一年做 但今年就是我刻意地说 我们要录影 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 那当然活动组在hacking 1.1帮了蛮多的忙 然后以及议程组的伙伴在这边都帮了很多的忙 那hacking 1.1它就是一场资安的入门 初阶到竞技的课程 那地点会是在R3 我们今年总共准备有三场 三场都是非常有趣 你可以实际运用的手把手上手的一门课 或是一场教学演讲 那总之如果你有兴趣请记得去参与 那R3座位的数量有限只有36个座位 那可能也需要你的电脑 如果你需要相关准备环境 请记得先去准备好讲师提供的资料 对那就大家可以去R3这个地方参与这场活动 那以及既然是社群场 我们就来一些平常不能端上台面讲的话 就在这边可以讲 对就是你可以关起门来好好聊天 所以有帮Tea House这个活动 同样的它就是我们在去年 其实有做过这个尝试 那今年我们从来延续这个尝试 我们就是在R3这个地方 我们会关起门来 那你不知道讲者是谁 你也不知道分享者是谁 那你就可以讲任何的八卦 讲任何你平常不能乱讲的事情 对那原则上就是不能公开 不会录影 所以可以去R3这个地方好好听 那它的一层表呢也不会公布在网站上 它只会公布在会议厅门上 所以请记得去那边路过看看 去R3门口路过看看 到底有哪些分享者 不知道是谁 要讲某个题目 那你可以去看那些关键字本 它到底要讲些什么东西 那在活动的开始前五分钟 会开放入场 那同样座位数量蛮有限的 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请去看看时间表 在什么时候 记得提早去排队 好那刚刚讲了那么多R3 R3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很多人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 好看起来有不少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呢 请记得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叫做国际会议厅 也就是R0 我们通常称呼它叫R0 所以如果你有会议厅在R0 它就在这里 那接着呢在各位的右手边 右手边这一间 右手边这一间是R1 是第一会议室 所以不要跑错听 接着左手边那间是R2 第二会议室 以及我刚刚说的R3 就在远距 它的官方名称叫做远距会议室 那就是在后面 后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一间就是远距会议室 我们叫R3 OK 请记得这些的地理位置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 通常都会在这种时候 被问到疯掉 就是大家都一直问R3在哪里 好 那接着呢 以及四楼 刚刚讲的是三楼的部分 在四楼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village摊位 都在交易厅 都在交易厅 就是各位从这边上楼以后 有一个交易厅的空间 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群摊位 以及village 请务必记得要去逛逛看看 有些什么东西 那以及下面有一个 在各位的后方 就是后门出去 是我们的大会摊位 以及有很多政策商摊位 在走廊两侧 那都请记得 要在休息时间 或是一程之间 都可以走出去 多看看 多了解 那讲到会厅 就是提醒各位 识别证一定要带在身上 识别证一定要带在身上 毕竟我们是一个 售票研讨会 那售票研讨会 毕竟还是有 这些入场资格的限制 那如果你没有识别证 我们就无法识别 你到底是不是 有付费的与会者 所以请你务必 要把识别证 站在身上 然后而且是要 带在闲言处 直接带在脖子上 不然我们门口的工作人员们 会无法识别 你到底是不是 有付费的参与者 请记得 要把它佩戴在身上 好 那今年在我们的活动呢 同样除了人的识别证 我们在活动中 你也有识别证可以用 在各位的迎宾袋里面 都有一张黑色的卡片 在各位的迎宾袋里面 都有一张黑色的卡片 可以找一下 一定有它 一定有它 它是活动的识别证 它是你活动用的识别证 在我们的会场各处 有许多的读卡机 这些读卡机们 都可以跟一个小游戏互动 那小游戏里面呢 有游戏 有解谜 有猫咪 各位可以查到这张识别证的卡片 去试试看到底刷的读卡机 会有什么反应 可以去试试看 请记得 里面有一张卡片 卡片记得拿出来 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随时去 有看到读卡机 就收拨看 试试看 那这张卡呢 是IFID卡 这一场是HitCon 故事就没有那么单纯 这个东西是CUID卡 所以它可以干嘛 懂的就懂 这个水很深啊 对 OK 记得 它是CUID卡 但是在活动这两天 不要去弄它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玩游戏 OK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玩游戏 请先把游戏玩完 你再去尝试这张卡可以干嘛 如果你迫不及待 在我们纪念品摊位 也有贩售 额外贩售 这张卡片 好 那就是 连在后面我们说的纪念品 各位应该拿到一个 返布的提袋 那个返布提袋 就是最基本款的 但我们今天有制作一个 至高无上款的 银色提袋 对 它可以背得起一个 六公斤的小朋友 但是不建议这么使用 好 总之它是可以承重 还不错的提袋 那它的数量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一定要 要抢要快 然后以及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些 2023年特别的贴纸 如果你有兴趣 买这个贴纸的话 同样在纪念品摊位 也有贩售 那这张CYD卡呢 也是一样 在纪念品摊位 有额外贩售 所以如果你希望拿回去 做一些 我不知道可以干嘛的事情 你就请记得 自己去大会摊位 多买几张 对 它蛮赞的 就是可以做很多 很有趣的应用跟事情 对 这个各位懂的就懂 不懂的问你隔壁的 好 那纪念品贩售时间 再次请你各位 我们10点50会开始贩售 然后在4点10分就会收摊 今天4点10分就收摊 那明天的话呢 是3点半收摊 但是东西卖完就没有了 卖完就没有了 然后地点在后面那个地方 然后只收现金 所以如果你今天身上没有现金 记得明天带来 好 那大会活动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呢 还有很多线上可以参与的活动 就是各位在活动的行钱信里面 应该都有收到一封信 就是已经 我们已经记得各位信箱了 你的信箱里面应该有这封信 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 可以在三楼后面服务台隔壁 有一个活动组的摊位 活动组的摊位 他们会帮助你去排解这个疑难 去确认你的身份 然后给你这个线上的参与连结 那这封信的主旨叫做HITCOCK CMT2023活动抢先报 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 请记得去找这封就是找这封信 或者在官网右上角的登入 你也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引导跟说明 那你就会登入之后 就会看到这个网站 那看到这个网站呢 里面有告诉你大地游戏 以及RECTF这两个活动 怎么参与的相关资讯 那我这边就live demo一下 就是这两个活动 都会直接在网站上是可以参与的活动 那这登入之后呢 左边就是大地游戏 建议使用你的手机去参与大地游戏 那右边的话是RECTF RECTF是我们把过去好几年 HeCombine的CTF活动复刻 所以这里的很多题目都是经典在线 那经典在线的意思就是 很多write up都找得到 OK 所以你随便Google拿这些题目 你应该都可以很容易找得到 很多CTF怎么打的write up 告诉你说这个题目怎么解 OK 所以举例来说 这个unreadable真的很简单 推荐各位可以试试看 然后以及那个啪啪啪这一题也很简单 欢迎大家去多多尝试看看 OK 所以在各位呢 这边可以看到scoreboard scoreboard你可以CtrlF CtrlF我自己 好 按错了 CtrlF我自己 就会发现我还是有150分 这个150分呢 是我做开幕头影片的时候觉得很无聊 然后就试试看 其实还蛮简单的嘛 OK 所以就是开幕头影片中间10分钟 就可以解出两题 好 那就是应该很简单 所以请最少比150分高 好不好 去多多尝试看看 到底CTF怎么打 然后怎么参与 它到底在做些什么 它是一个很棒的引导 今年是非常友善 各位可以开始去参与 了解CTF是怎么做的 怎么玩的 那以及刚刚说到的大地游戏 就是拿着你手机 去打开那个网站的连结 我们在现场也是布了很多的谜题跟机关 各位去尝试看看 了解大地游戏里面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绝对是各位会有兴趣的议题跟内容 好 那CTF呢 除了刚刚提到的网站这个系统以外 我们今年也特地办了一个交流会 有一个交流会的活动 所以在明天 明天的早上10点 在R4的交易厅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R4那个交易厅 会有一个交流活动 所以如果你对打CTF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 你可以多去交易厅参与 了解其他人怎么解这个题目 或是某些题目里卡关 你不知道怎么解的话 请记得去参与这个交流会 去了解人家怎么解出来的 以及多认识旁边的人 他到底怎么解出这个东西的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想成为分享者的话 在CTF的网站上面 有这个报名的连结 如果你希望跟大家分享 你是怎么解出这个题目的话 在这个网站上面 有一个连结在首页 首页这里 诶 首页哪里 对不起 我忘记在哪里了 在Notifications里面 对 这边有一个报名资讯 如果你希望上分享会 交流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何解出这个题目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那边报名 告诉活动组的大家 说你有兴趣上台 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情 好 那同样的 在中间是R4的交流会以外 旁边在这两天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他们就已经摊位上了 我们有许多的Community跟Village 那活动非常精彩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 所以Community跟Village到底差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被问到烂掉了 很多人都不懂说到底 Community跟Village到底差在哪里 那这里就跟各位解释 Village的话呢 它是一个以议题为主的摆摊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有两摊 有一摊是针对5G这件事情的摊位 对 它是以议题为导向的摊位 那Community顾名思义 第一就是以社群为导向的摊位 那今年在Village上面呢 我们有来自非常多的摊位的伙伴 贡献了非常多有趣的题目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去多参与这些活动 那额外提一个是 就是在右上角这一个监牢道场 它是由日本的伙伴来带的一场workshop 那如果你对于扮演蓝队这件事情 是有兴趣的话 请去搜寻一下监牢道场这个活动 那它的地点比较特别 它的地点在二楼的电梯的那一厅 二楼的梯厅 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与了解蓝队怎么运作 然后如何去尝试这个工坊 去体验一下怎么运作的话 你可以去参与监牢道场这一场活动 那其他的Village也都很精彩 请记得去摊位上看看 有很多很厉害很酷的设备 我早上换过一圈了 有很多有趣的设备都在那边现场 所以请记得去四楼教育厅看看 那我们有很多来自 不管是资安社群还是开放人士马社群 都来了很多的伙伴 那如果你对于后续离开这个活动之后 想要参与更多的活动 然后理解每个社群都在做些什么 想要更深度参与社群在做的事情 读书会或是研究 你都可以去看这些社群多聊聊 那你后续都有很多活动 是可以继续参与的 不只是HitCon这一场活动 好 既然是社群厂 我们就重返荣耀 今年同样的有打卡拿冰淇淋这个活动 打卡是必要的 之前都是赞助商赞助 就直接让各位拿 我不要 今年各位记得打卡 然后打卡 记得hashtag是HitCon 或是HitConCommunity2023 HitConCMT2023 请用这两个hashtag 然后在自己的SNS上面发文 然后Twitter、Facebook 或是都可以 X也可以 对 X就是Twitter 好 Anyway 记得发文 然后就可以拿冰淇淋 冰淇淋就是回归 重返荣耀 就是Hugendash 对 所以就是请记得 发文打卡 然后就有Hugendash可以拿 那地点呢 在R0后面 大会汤位旁边 OK 数量有限 然后每个人欠拿一份 好 那除了这些分享议程以外 就是很多鬼的议程 我们其实 我刚刚没有介绍到 每一鬼的议程内容 有什么 但是这都有一程表 相信各位应该翻到烂 翻到熟了 那我就没有特别介绍 这些议程内容 那除了这些以外 你想要上台演讲 可是你没有投稿 那你来不及投稿 你也想要上台分享事情的话 请记得你还有这一个 闪电秀的机会 我们在第二天的活动结束前 有一个叫闪电秀的session 这个session是可以让大家 可以投稿五分钟 演讲的一个时间 那上台的时间限制就是五分钟 那在五分钟的时间以内呢 你可以分享你的任何 有趣的技术研究 或是任何 蛮trull的 就是有趣的奇怪分享 或是你二搞学校 二搞哪边的东西 都可以讲讲 对都可以上台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趣的研究 都可以跟大家说明 那报名时间呢 是在明天早上十点 明天早上十点后 会开放报名 地点在三楼的白板区 三楼白板区 然后只有八个名额 记得是先讲先影 只有八个名额先讲先影 然后就拿白板币 去白板区直接撰写你的名字 然后你的题目 去说明一下 简单写一下你的题目是什么 然后让我们找得到你就好 那请记得严禁工商 对就是请不要只是上台 广告宣传你的社团 你的公司 你的任何东西 这件事情台下是觉得不有趣的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报产电讲 请记得让你的产电讲的内容 水分是充足一些的 然后有些有趣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 节奏明快 但是有趣的一个简短分享 OK请记得这件事情 那时间不能超过 我们有无情的拔线手 对它会直接把你的讯号拔断 然后讯号直接切掉 对所以请记得 你的分享时间绝对是五分钟 非常严谨的 不能超过这个时间 好那各位应该有发现 今年的票价 是一个蛮有趣的定价策略 我们从5500 6500 7500 8500 9500 都一路有这个门票 那这个门票价格呢 其实要传递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是我们其实是社群厂 我们所筹办的所有工作人员 其实都是志工 我们都是花 我们其实都有正值 我自己正值是在游戏公司工作 对那我的闲暇之余 才是办这场活动 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有正值收入 那我们做这场活动 其实全部都是志工 那所有人的 你买的门票 其实它都是回馈到场地 然后讲师的讲师费 跟各种我们实际上的开销 我们并没有 收任何一毛钱进我们的钱包里面 我们全部都是志工参与 那所以各位 身为坐在台下的参与者 其实你有一天 也可以作为成为 站在这里的人 又或者是 筹办整个活动的一切 的所有人 因为我们是社群志工 这个社群的研讨会 其实是我们自己办出来的研讨会 我们只是一群对于技术爱好者 那我们相信 我们在把时间精力 投入在这个产业 我们对自己未来 不管是这个产业 或是这个环境 都会更美好 那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参与跟筹备这些活动 就是单纯只是因为一份爱 就是因为爱 就是所以来到这个会场 然后办这些活动 那各位来支持参与这个活动 最简单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以限定支持 所以在今年的票价定价上来说 我们就从五千五六千五七千五八千五 这个方法去卖票 那它其实是从 我去德国CCC K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超过来的 CCC就是一样是一个 社群举办的活动 那任何人来参与这个活动 你都可以根据你的口袋深度 去donate这个活动 让我们可以更简单运作 更顺利 所以我们简单掌声欢迎一下 感谢一下付钱付到六千五七千五八千五的各位 或者是各位五千五其实也很重要的支出 对 感谢各位 好那除了各位的付费以外 当然还有我们要赞助伙伴 我们才有办法撑起整个活动 因为老实说 凭各位的支出的票价 其实我们只够付讲师的分担的机票跟讲师费 因为现在外国人都进得来了 我们的外国讲者真的是数量颇多 所以那个机票的金额是其实蛮可观的 对 所以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开销需要指引 那我们就需要感谢赞助伙伴 那赞助伙伴这一块呢 我希望邀请我们的副招 And来为我们简单分享 跟介绍赞助商们 看看 嗨 我是今年的副招小啪啪啪之类的 好 接下来就是我想感谢我们的赞助伙伴 首先先感谢主办单位 当然是社团法人台湾鸭客协会 Change Roots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中央研究院的资讯科学研究所 帮我们可以申请到跟处理到这么好的场地 当然也感谢天龙捷的赞助商 也是感谢教育部资安人才培育计划 然后乐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跟Offsec 也感谢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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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哈根大使冰淇淋也是给IPIP赞助 这样子 那我们同样有跟两间公司合作 一个是Clack Rismic 那我们在跟他的页面上有一个职缺平台 我们会收纳非常多跟资安相关的职缺 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到那个专区去寻找自己有兴趣的公司 那HackMD也是我们长久合作的伙伴 那等一下可能会有共笔的连结 然后对 旁边就有共笔的连结 就欢迎大家扫QR Code 然后登录之后就可以帮忙一起协助写共笔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不免俗的要讲一些注意事项 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议厅内是严禁饮食的 就是尽量不要把饮料跟食物带进来 那当然是你的手机也麻烦切静音或是震动 然后不要有声音避免在议程中去打打斗别人 那还有是我们会议厅在演讲的时候是禁止录音跟录影的 那拍照的话可能要先询问过那些讲师可不可以拍照 那这 但录音录影是不行的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如果你长时间离开你的位置的话 我们请不要用私人的物品去站位 例如说你就放一个袋子在椅子上 然后如果有太严重的状况的话 我们会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进行清场 那清场的那些物品可能就会先往舞台前面放 然后就麻烦大家就是遵守一下 就不要长期站位这样子 那今年也是如果你不想被摄影组拍到 并上传到任何公开相簿的话 请去我们的服务台 三楼服务台领取红色的背景神 那红色的背景神不会影响你进不进听门的权利 但是它就是会象征着说 摄影组会尽量不以你舞为主角 然后尽量拍照的照片也不会让你出现 那如果有出现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会移掉 也不会放到公开的项目上 那在社群守折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任何有关性别 性别认同、年龄、性向、身心障碍、外貌、体型、 种族、宗教任何冒犯性的言论 在这个场合是不被允许的 那当然如果你多次打断活动 然后不恰当身体接触 或是任何感到不舒服的心暗示 也请你们尽快向你们最近的工作人员回报 我们会努力去帮你解决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们志工是不会穿着带有性暗示的衣服或服装 或者是营造任何有性暗示的场合 那接下来是网路须知 对这里是抗我们不保证网路的安全 那如果你有无线网卡或智慧型手机的需求 麻烦你用USB的连接 然后不要在会场失色Wi-Fi 那这是会中的Wi-Fi 我们SSID是HeatCons CMT2013 然后Fiat Clicker 然后密码是2013-0818 那如果你今天在会场有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SSID的话 你也可以连上去试试看 但我们说这笔是HeatCons 我们没办法保证网路的安全 那共笔的部分 对再填试 就是我们有一个HackMD.io 然后HitCons 然后后面是2023 然后Notes 然后基本上你只要登录 我们就可以一起填写共笔的部分 那今年我们也有一些推广的东西 我们今年推广了三个平台 一个是老朋友的最爱 IRC跟Telegram 然后还有一些 最近还把Line给加了回去 那其实IRC就是会场的线上聊天室 你可以透过网页 我们IRC.heatCons.org 然后输入你的名称 就输入你的昵称就可以参与聊天 那如果你是一个熟练的IRC使用者的话 我们的连接资讯如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 那Telegram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T.me 然后写线Hacks in Taiwan 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你到这个Telegram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IRC跟Telegram 两边的讯息是有联动的 所以不管你在IRC 或者是在Telegram发文 其实都会一起看到 那接下来就是Line 那就是给大家扫一下 加个好友 那临时的公告 大会公告资讯也会加上面 那比较有趣的是 如果你在这个Line上面输入一些 比较特别的指令 例如说LS之类的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 然后可以尝试一下 好 那我就把主持还给我们的总招 好 其实我们差不多了啦 我只是要补充说明一下呢 关于今年社群场 我们还有多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讲的 就是今年如果你的门票 应该蛮多人是领邀请票进来的 那这个邀请票有几个来源 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或是一些折扣票 它的做法是怎么样 那就是CVE的今年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拿到票的方式是CVE的漏洞 我在昨天的情业派对 才有听到这个分享 就是它是拿着CVE的漏洞 然后凭着因为它有拿到CVE的编号 然后透过这个漏洞的申请资格 取得这个门票 而且是从海外来的伙伴 那这是今年我们尝试 第一次尝试的一个有趣事情 就是CVE漏洞去投稿 然后去取得门票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在今年这个会场呢 有许多人都是有发掘到CVE编号的人 对 就蛮多的人都是在这 领生在其中的 所以请记得多多跟身边的伙伴多交流 然后多认识一下其他人 他可能有做过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是你看不出来的 对 所以请记得去跟他多聊聊 那他可能不是讲者 他可能在与会者其中 那以及另外我们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合作方案是OSV Pass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台湾有贡献资安相关开放原始码专案的人 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在国际上有许多的资安相关的开放原始码专案 但是在我们知道台湾的贡献者可能不是那么多 我也希望能够透过Hecom的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去贡献自己的经验跟知识 在开放原始码这个领域 就是同样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公开跟开放出来 所以今年我们在OSV Pass也有提供 就是它是一个跟开放文化基金会合作的专案 那透过这个专案你可以投稿你有开放原始码的贡献 那透过这个贡献也是取得折扣门票的方式 那在我们教育厅那边也有相关的摊位跟分享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开放原始码专案是做些什么 那你可以把你资安所学的相关知识 或是贡献在你已经在使用的一个开放原始码的资安相关专案 也是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件事情 那就希望可以大家在这个会场了解更多open source相关的东西 可以把自己所学贡献到open source 然后以及有很多有趣的CVE漏洞的发掘者们 其实都在这个会场 大家可以跟彼此多多交流然后多多分享这些事情 那目前我们的时间应该就很秀很弹性 对就是接着的时间其实是下一场teanote 那我们的开幕就大概到这边 那就感谢各位来到今天的会堂 那希望各位用力参与这两天的活动 谢谢各位